航空的班机 当时什么样状况呢 说它的这个引擎好像冒烟了 然后赶快在外海这边盘旋卸油 后来呢 还好是安全地回到了高雄的小港机场 我们现在来看看怎么回事 一架港龙飞机才刚从小港机场起飞20分钟 又一圈冒烟紧急折返 飞上去的时候才有看到那种 那个右手边那个喷射引擎有喷出那个火焰 不及民众惊恐万分 当时出动好几台消防车 在附近待命 班机降落后 检修人员查看冒烟状况 因为我刚好坐在引擎旁边 那有听到那个轻尾的 有点蹦蹦的爆炸声 但后来是以为是收轮胎 没有收好 后来才发现 就看了窗外有火花 原本传出右侧机 引擎遭鸟击中冒火 但民航局证实误传 车架港龙451班机 早上8点从高雄小港机场出发 要飞往香港 但才起飞20分钟后 就传出发动机风扇叶片失速 有冒烟的情形 飞机在海外耗油折返 在8点31分降落小港机场 全机317人平安返台 这架飞机会留下检修 那其他的旅客安排 我们会派其他的飞机过来 载运旅客 那如果客人有意愿更改行程 我们会协助旅客 大批旅客挤在机场大厅等待安排别的航班 港龙航空也提供200元餐费 原本开开心心出游 却经历一场空中惊魂 索性全员疲安 详细的事故原因还有待调查理清 先请教一下詹姆士 因为在这当中传出说飞机有在外海 然后还泄游 所以大家就觉得很可怕 是不是好像感觉上危机重重 对啊 事实上 因为我早上起床开了新闻 我有什么发生这事情 什么港龙的飞客机 然后发动机又失火 失火之后又在外海又绕圈圈 又卸游 对 寒旋卸游 对 吓死人 对 但是你知道我们这种人就是 就是内航人就是看门道的 你们就外航人 因为我一看到说在外海就要是卸游 它就绝对不可能是失火 后来非常会证实 就是它不是失火 因为失火哪有可能还在那边卸游 那油漏出来的话会爆炸 对 对 我常常说 我要给观众朋友机会教育 只要你飞机如果出事 然后常常在搭飞机在飞机上面 听到机场广播 我们现在飞机要返航 因为到哪里去 大概要盘旋一下放油 或者要把油烧掉 那你就安心了 佛珠就不用拿出来念 为什么 为什么 因为就代表不紧急 放油的话就是OK的 就是OK 因为不紧急 因为太重了吗 还是怎么样 为什么要卸油 第一个就是它因为它绝对不紧急 因为紧急我就要买 马上就要返场落定 飞机上最紧急的事情 就一件事情 就是失火 因为飞机只要失火 10分钟之内 这个飞机会整个结构烧光 所以我们飞机这样说 就是我们有那个 紧急状况处理的程序书 翻开第一页就是失火 只要失火就是不管怎么样 就在海上 你要把飞机落在海上面 对 因为你不落上去的话 这飞机就烧干了 所以通常只要去代命要卸油 都还是小状况 小case 对 那早上新闻又在报 就是唯恐天下不乱 就说 让这个赶快把油烧光 不然落地 因为有油嘛 对不对 油就会飞机会失火这样子 落地之后可能就变成大火球 事实上不是这样子 事实上代命 我们常常一起飞 马上飞机有状况要返场落地 通常就是超过飞机的最大落地重量 所以因为起飞我是可以起飞 但落地因为太重嘛 对 因为我们通常一起飞 没有预计一起飞十分钟就要回来嘛 所以通常一起飞都是超过 最大飞机的落地重量 但是我们飞行的途中会把油烧掉 所以到目的地的时候 已经低于可以落地的重量 当然就可以落地嘛 那你一起飞 一有状况要回来 当然就超重了嘛 就只好卸油 对 那有些飞机是可以卸油 那它可能二十分钟把油卸光就回来 那事实上呢 我们飞行遇到鸟籍 见怪不怪 真的见怪不怪 一个发动机有这个鸟 啪啪一进去 它就烧焦了 因为发动机里面大概一千多度 温度一千多度 大概一定要比鸽子还要大的 进去发动机大概叶片 整个就会受损失效 我讲一个 我在印度曾经发生过的事情 我在印度的时候曾经有一次 因为我发生很多事情都在印度 驾驶舱门坏掉 那没有门也在飞 发动机我上次 前面上讲过 发动机破一个裂痕 这么大一个裂痕 然后交代贴一贴继续飞 我会讲过 飞机这样厕所坏掉 叫客人全部在那个航站里面 先把尿完 然后等一下起飞后三个小时 不能上厕所 也发生过嘛 也在印度 我在印度还有一次 就是要嘛 早上起飞 因为前天晚上 这发动机尿机 那我们晚上没有人捋破 就不知道 我早上接第一班飞机 后推启动发动机 一启动 啪那个焦味就出来了嘛 BBQ烤肉焦味穿 我们就知道 跟副驾驶讲 前天那个鸟机 没有报告 那客人不知道嘛 客人闻到就 好严重的烧焦味 你们飞机是不是有尖气 什么发生什么事情 那我们就 跟空服员解释嘛 因为其实有 飞很久的庄航长都知道 因为偶尔会早上 那个焦味 就是发动机的焦味 对啊 发动机就有两个味道 会进到架子舱 第一个就是煤油味 第二个焦味 因为我们空调 是从发动机吸气进来的 对啊 那客人就开始就闹轰啊 说飞机有问题拒飞啊 他会害怕啊 那我就跟 庄舱长就跟客人解释嘛 哦不是啊 那是因为我们发动机 这个有鸟集 或者什么 没洗发动机的味道 那客人不相信嘛 那怎么办呢 我跟副驾驶讲说 那不然这样子 我做机场广播好了 我就跟机场广播 就说 那是因为 我们的庄舱长 在帮飞旋热早餐 那早餐呢 是chicken BBQ 烤鸡就对了啦 而且客人也相信 就算了 就这样每次就飞走了 OK就算了 对对对 大家也太好骗了吧